调局跟这个相反 心里的妄念太多 七上八下 心定不下来 最重要的 要知道 这些病根 业障 那你从哪里做起呢 参除业障 你要真正忏悔 怎样忏悔法呢 忏悔不是天天在佛前面磕头 求佛菩萨饶恕 没用的 佛菩萨不管这些事情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那是教过 佛师门中又求病 他说了 有时候你求没有感应 那不是佛那边没有感应 是自己有业障 只要把业障消除了 你所求的感应 就先解 这老师教我的 怎样 参除业障 老师说四个字 后不再造 我就明白了 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这个错了 下一次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叫真忏悔 张家大使很慈悲 讲理 让你真真清楚 不重视行事 重视制 佛菩萨面前的行事上忏悔 那个忏悔 要没有失智 忏悔完了之后 明天照干 这怎么行 天天干 天天忏 忏不了的 决定要记住 知道自己过时 这叫觉悟 我们佛教叫开悟 说的开悟 知道自己过时 把自己过时改掉 叫修行 修行并不是一天念多少佛 拜多少佛 念多少金 不是那行事 真正把自己毛病改掉 叫真修行 那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第一次听这个 佛法重师制不重行事 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以后我在新加坡 纳丹总统 有一次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他 我跟他坐在一起 他告诉我 他 对宗教最尊敬的是佛教 佛教重师制不重行事 我听了毛骨悚然 他怎么知道 他是印度教 他是印度人 虔诚的印度教徒 他懂得 佛法重师制不重行事 行事没关系 师制非常重要 下面好像又是一位同学问题 他有两个问题 他说我们每天做好早晚念佛功课 首先回向社防罚戒一切众生 同时回向社防罚戒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 父母及一切冤亲债主和子女儿孙 过人之冤亲债主 这样做如法吗 是否自私 这样做如法 自私也好 只要能为众生 为大家想 多好 何况你这个里头有 这个回向 社防罚戒一切众生 这就行 这个就不自私 那当然 自己家亲眷属 父母冤亲债主 也包括在其中 总不是社防罚戒以外 所以统统都有了 这样能够脱开心量 可是问题呢 你有什么功德回向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念一卷经 那念其人佛号 就有功德吗 问题在这里啊 你念经的时候 我的心跟经啊 融合成一体 就有功德 古人讲的吗 随稳如惯 这就有功德 我念这一生佛的时候 我跟佛能够合而为 念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心 我的心跟阿弥陀佛 是一个心 我的愿跟阿弥陀佛 是一个愿 我的行为跟阿弥陀佛 是一样的行为 我的言语跟阿弥陀佛 一样言语 那就很有功德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才能回向 口念你头心散乱 你拿什么 拿散乱回向 口念阿弥陀佛 我心里还恨着那个人 你怨恨回向 这怎么行 这个不行 所以 心结要相应 这才有功德 心跟结不相应 哪来的功德 所以是以功德回向 你首先要想到 你有什么功德 事法里面 中国是以孔老夫子为标准的 孔老夫子 除世带人介物 温量功兼让 对任何人 他真的是亲近平等心 温和 善良 恭敬 对人都恭敬 普贤菩萨叫我们 第一句话是 礼尽祝福 我们也没做到 父子的恭敬 就是礼尽祝福 借鉴 自己生活很借鉴 希望多余一点 出来是帮助苦难的人 借鉴目的在此地 最后的个让是 礼让 对人要有礼 要谦虚 要知道让 这就功德了 我们这一天当中 除世带人介物 是不是这个心 那么在佛法里面 那就是三福六侯 三学六度 普贤十月 如果我们不说这些 再说个最普通的 最简单的 世善业道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都能够与世善业相应 这功德 如果是与世善业相应 那你念阿弥陀佛念的再多 都不相应 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第二他说 我本人做麦香烛 其中有些品种是往生钱 即印有往生咒 但不知是否可以麦 即化掉 为了顺从众生 这样做如法吗 心正 心就正 那么买这个顾客 来买你的东西 你都能劝他 发慈悲心